耗着,把俄罗斯耗死 或者俄罗斯单方面声称消灭乌克兰纳粹组织,然后撤军 战争进行快一个月,俄罗斯已经是进退两难 面子里子都失去了,战略目的一个没达到 如果坚持,就只能耗着 有些人老说俄罗斯有能源,粮食自给自足 欧洲耗不起,笑死 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不是简单的小农经济 毛子的工业体系基本是能源,没有欧美的机器 毛子基本什么工业品都没法生产 现在的机器坏了,也没法维修,零件买不到 结果就是工厂停业,工人失业,国家税收减少,没钱就寄 俄罗斯的农业发达,但农药也要进口,要农机 不是想当然就能丰收的 毛子的石油多是重油,开采和提炼依赖西方的设备 现在别人退出市场,设备带走 好多石油也没法开采,还不敢扣押 否则西方就从冻结的美元资产扣减 现在毛子的石油价格要打折卖,便宜30美元 印度想买,可是邮轮公司不敢运输,怕制裁 中国现在买的石油都是过去的合同 或许国企还敢签新合同,民企是万万不敢签的 同样怕制裁,中兴,华为跟伊朗的业务就是例子 中国现在只是世界第二,还不是第一 最大的利益还是在欧美,不会跟毛子一条路走到黑的 马上天气暖和了,欧洲有三个季度寻找新的天然气供给 石油更是卖家很多 制裁拉长时间看,毛子的经济一定会崩 现在毛子连A4纸的供应都出了问题 药品也不足,糖被抢没了 实际日常生活的很多商品,毛子都生产不了 平时都是能源出口换来美元,刺激生产,扩大消费 现在卢不贬值,进口的产品价格会大幅上涨,通胀提高 而工厂没有零件,停工,工人失业,需求和供给都会萎缩 慢慢就是经济危机 当然,毛子可以进入紧急状态,国家粮食配给制 相当于退回农业社会 可是百姓已经吃过肉了,由摄入减难,能忍受吃面的日子吗? 耗下去,毛子一定会崩